至于此季的海地震灾团已经展开以工代震 今天进入第三天的时程了 以工代震非常特别 因为受灾的乡亲除了可以打扫自己的家园之外 每天还可以领到薪水还有粮食 两餐饭其中有一餐就是热食 那么志工还聘请了当地泰巴尔社区 有30位妇女在教会里头就专责的负责烹煮热食 当然在烹煮完热食之后 这些参与的妇女也能够享受到一顿 热腾腾的米饭 为了响应环保志工们 是用此季国际震灾的环保碗来装这些饭 在志工的陪伴之下 大家就地在芒果树下津津有味的 吃着这种非常特别的红豆饭 而这种红豆加上白米煮成的红豆饭 是当地非常受欢迎而且普遍的口味 更被海地人称之为国饭 无参之后所有以工代证的人 带着十包的香鸡饭可以回家 和全家人一起分享 志工为大家准备的晚餐